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每一轮的抽奖环节都有不同的礼物要送给你们 好了 我已经刚看到我们直播间 弹幕真的是已经满屏都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且大家的队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整齐 大家知道今天晚上哪位重磅大咖要空降我们的直播间吗 我看到你们已经把他的名字齐刷刷地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了 大家真的都好热情 对不对 你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大家可以把欢迎他 以及想对他表白 想对他说的话 一起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好不好 好了 我觉得我就不卖关子了 好不好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 有请我们starter 大中华区的品牌大使张妍奇小哥哥闪亮登场 哇 欢迎 欢迎 哈喽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妍奇 哇 我看到我们评论区已经炸锅了 大家真的都好喜欢你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之前一直有关注我们延祺的综艺 然后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到本人 是吧 超级帅气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主要是今天穿的这套衣服比较帅气 真的很趁你 没错 很趁你 真的特别帅气 然后这个颜色我发现我们俩还蛮有默契的 哎 已经准备好搭档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的这个小发色和你我们starter这个棒球夹克的这个蓝色 电光蓝 非常搭配 没错 那我们先坐 对 请坐请坐 应该说 请你坐 哇 好开心 好开心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呃 延祺最近还是蛮忙的 嗯 因为刚刚录制完综艺 然后马不停蹄的要准备自己的新单曲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啊 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最近主要在忙些什么 最近我马上有一个节目的最后一期要和大家见面了 嗯 这个节目和咱们的starter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运动嘛 哦 就是全力以赴的我们的总决赛 嗯 然后在这一这一周我看看表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就是在周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是我的总决赛 然后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精彩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哎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小伙伴已经说了要准备看你们的总决赛 没错 大家记得给我们的延期 疯狂打扩好不好 疯狂打扩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呃 刚刚有讲到你最近在筹备你的EP里面的第三首新歌 没错 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让你在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剧透一下 嗯 就是关于这个新歌的一些创意和想法 小小剧透一下吧 好的 第三首歌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致能量的歌曲 嗯 这个歌曲是更多传递一些阳光积极的能量给到听众朋友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已经制作完成了 就是在等待着某一天能和大家见面了 哎 其实我一直觉得It's Time这首歌的它的MV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幻感的一个梦境大片的感觉 嗯 那不知道你接下来的这第三首新歌会有MV吗 这一首的话是会有 哦 被我猜到了 对 因为其实可能跟It's Time的风格又不一样了 嗯 是一个比更加的可能从一段迷茫里面走出来一个开朗的心态 嗯 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一切 嗯 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 期待的宝宝记得直播间可以考到1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延期接下来会带给大家的全新的单曲 嗯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直播间的粉丝宝宝跟我一样 蛮心疼你的 因为觉得你很忙 那没办 每天慢而不停蹄地在工作 马不停蹄地要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哎 自己一路走过来 从最初的It's Time到现在即将发的新歌 自己觉得心路历程上面有没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呢 我觉得我觉得是变得更平和了吧 平和 对 因为其实从刚刚到独立又回到独立音乐 不是独立音乐人 又回到音乐人的身份 对 然后一个人去面对很多可能之前未知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很着急地想要急于证明自己嘛 就觉得哎 我可以 我自己也可以做很好的东西 但是现在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就是更能够去明白 可能做很多事不是去为了这个目的 可能最初的动机反而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变得更平和 又找回到了最初的自己的一个状态 就像咱们的Starter一样 一直保持到最初的那个状态 就是不忘初心一直去延续经典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 我也应该是做好自己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 果然是我们的品牌大事 那是 那肯定的 就我们刚刚说的话还蛮打动我的 就不忘初心 没错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棒 不要忘了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出发的 没错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 就是这么高的强度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下 你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音乐的梦想 没错 要不断地还要玩音乐 去尝试新的音乐的风格 你怎么就是Balance好这个平衡点呢 这个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Starter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就是运动 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可以去打开人的神经 打开人的状态 因为可能你工作和生活堆积了特别多的压力 你在一个你喜欢的运动项目里面 就可以把这些压力全部释放掉 而且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能结识到很多 也是有同样能量的朋友 他们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感 所以我经常会说你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跟着好朋友出去蹦迪 当时很开心 第二天很后悔 对 好累呀 或者是你玩了一晚上游戏 你当时很开心 第二天觉得好痛苦 为什么昨天熬夜玩游戏 但如果你跟朋友去运动去打球踢球 然后第二天你又会觉得我还是变得更健康 我变得更强壮 而且我也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去打开我们内心的 没错 说到运动的话 我看到直播间很多的小伙伴纷纷刷起弹幕啊 拳击拳击拳击 都知道你很强很擅长 比较喜欢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 那除了拳击之外 你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解压的运动方式吗 大家也知道我喜欢踢足球 因为我是 但是其实很矛盾 因为我喜欢的位置是足球门将 它其实就是一个要承担很大压力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不停的去承担压力的过程中 能够帮你在工作和生活里面的压力去进行一个环节 好棒 我真的就是听别人分享 我很喜欢踢足球这件事情 但是真的很少人跟我讲我喜欢担任门将 这个位置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承担 很大的去责任 没错没错 棒棒的 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分享我们的Starter的品牌 没错 那延祺作为我们Starter大中华区的品牌大使 大家平时一定也关注到了延祺经常会穿着我们Starter的服饰 没错 还有球鞋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你日常穿搭的喜好还有灵感的来源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像我和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的朋友们 其实更多的就会被我刚才说到的运动员的穿搭所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四大联赛对大家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 没错 然后可能我们从小就是看这些比赛长大 然后这些运动员他们私底下的服装或者是他们那些球衣 可能就会被我们当作某一个单品进行混搭到自己平时的穿搭里面 所以我觉得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街头潮流吧 我们也会去看一些可能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那些潮人们 他们会有自己怎样的一个对时尚的理解 没错 然后我们也会把那些理解融入到自己的穿搭里面 所以我觉得街头潮流和运动可能也是影响我比较多的地方 对这些元素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没错 包括现在你看走在大街上面就会发现很多行走在潮流时尚 前段的弄抄纷纷穿着我们Starter品牌的衣服 没错 就是觉得很有共鸣 对不对 很有共鸣 其实很多喜欢中爱Starter品牌的粉丝宝宝们也知道 Starter品牌在发展的历程当中 其实和我们90年代的说唱的这个文化 这个场景是密不可分的 没错 而且我觉得真的Starter是一个自带西海岸这个纯正血统的品牌 纯正 玩的就是西海岸 说的就是它了 对不对 那在我们延期的记忆当中啊 你觉得最能够代表这个90年代说唱穿搭风格的一些单品有哪些呢 其实之前也有聊过像8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圈内嘻哈圈的人士 还是受到RUN DMC的影响可能穿的还是一整套的运动服挂个大金链子 但是到了90年代可能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状态也不一样了 可能会去追求更多色彩鲜明的衣服 他会对自己的配色选择更大胆 然后包括球衣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渐渐的流行 对 所以很多其实像棒球夹克 像瑟丁夹克这一类的夹克就被大家所喜欢了 哎说到棒球夹克说到瑟丁夹克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对不对 没错 这一件我觉得就很帅气了 这一件其实它是瑟丁夹克 没错 因为它运用了这个绸缎的这个面料 也是Starter其实早期的时候也是非常具有一个没错 验识度的一件单品 而且90年代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oversize 没错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西压 包括到现在也依然是一样 所以我说经典传承到现在就还是经典 所以Starter它其实也一直做的就是这个版型的衣服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 所以包括不一样的其他夹克 其实很多这一类的夹克可能就代表了大家对90年代的一个印象 包括你今天身上穿的这件 没错 这也是我 很帅气 特别喜欢 所以特意挑选的 是的 那其实说完衣服之后还有鞋子对不对 包括我看你今天穿的我们的阴浪鞋 也是我们的Starter的重磅的鞋类的一个单品了 没错 我本来还喜欢另外一双有那个脏镖的那一个 因为我觉得特别酷 因为它跟音乐也是密不可分的 没错 它把很多音乐的元素 包括像音乐的那个波形 声音的波形都放到了鞋上 可能做了一些处理设计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对于一个喜欢音乐的我来讲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很有共鸣 没错 喜欢音乐 然后穿了一双音浪的鞋子 没错 很赞 那下面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直播环节最为激动忍心的环节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所以是什么环节 好我不卖关子了 其实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 刚刚我们直播间很多宝宝们都在催我了 他说我知道今天有个联名款对不对 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磅而神秘的来自我们延祺的作品 我简称它为作品 好 对 要和大家见面了 就跟音乐作品一样的 它是什么作品呢 它就是我们的延祺和我们的starter的联名款 哎呀 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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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呢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联名款的其中 非常重磅的一件单品 就是这件联名的T恤 我觉得其实下面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延祺了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它的设计好不好 好的 这个衣服呢 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各位老师的功劳 因为我如果自己有能力能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的话 我简直立刻转行 对 还是要感谢很多starter的老师 包括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去做的这件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比较突出的一点 就是他做了一个丹宁的拼接嘛 嗯 这个拼接包括运用了我这个EP里面的这个emoji的一个形象 没错 对 这个形象其实就是我想要讲的 其实是有一种突破次元的感觉 我记得那个封面好像就一半是你自己的脸 对 一半是这个emoji 然后一半是他的 对因为这个丹宁的拼接其实到这件衣服上面就有一种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次元里面的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次元里面闯出来的感觉 一次元 对包括他下摆的这一个破坏感 其实都给人带来了一种有点像动漫有点像二次元的感觉 然后看一下他的背面吧背面我真的好喜欢啊 背面 帅气 是的当时我幻想这个是我 那你的帅气就假装是夸我了好不好 我就心心接受了 他跟你一样帅 对 对因为他正好在做了这个my job的一个动作my job其实大家都知道经常看节目里面也会出现到 其实这个my job也在他的诞生之初他有一种意思就是已经无话可说了已经好到不需要再多说了 wow 对所以其实是一种特别自信特别有fire的感觉 自带气场 自带BGM 这个衣服已经好到不需要多说话了 对不要 my job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对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二次元的内容 然后还加入了这里有一个侧兜上面就有我们save nation和咱们starter的联名的名字 是你自己的厂牌对不对 对我自己的厂牌 可以给特写 starter的联名的名字 感觉特别特别好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拼接的设计感就是很有层次 没错 然后你看到它是对角线相互呼应的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联名款里面的T恤 OK那我们接下来主重也要介绍一下另外一件联名款的这个单品啊就是我们的这顶棒球帽了 是的这个棒球帽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它上面同样又是一个非常自信的表情 对就是幻想中的我 很有辨识度啊 就是在动漫世界里的那个我 然后这一次包括像两边的火焰文和这个starter的这个名字都是用咱们这个绣花 不是那种不是烫印的 不是像一般的烫印烫上去的 就是真的 重工刺绣 凸出来的 真的是感觉 重工刺绣 跟那个衣服是一样的感觉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冒出来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个就感觉很有质感 你知道我的这种感受吗 我能够理解 像它starter的这个logo是用刺绣 而且刺绣成那种车缝线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无论是看着还是摸着都会比一般的可能只是贴在上面的一个东西要来的更有感觉 更精致 对就是这种厚重感其实蛮厉害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设计 就是它的冒演可能稍微的做了一些加长 对延长延伸 因为它这个延伸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想必你应该知道 对等会我们可以让模特小姐姐来那个上身示范一下 在此之前我们要做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 链接还没上到 是的 对我们赶紧上链接好 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 好 好来 三二一上链接 哇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延祺和starter的联名 系列两款单品已经成功上架了 在这里徐老师要非常激动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两件联名款呢 原本品牌定的是12月11号才能够发售的 但是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把延祺请过来了直播间 而且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又这么的给力 这么的热情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提前放送给大家 但是数量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们的T恤和帽子只各200件 只有200件 好不好 所以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各位 好不好 我看到其实刚刚后台工作人员跟我讲 就是大家的这个下单还是非常激烈的 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小姐姐已经刚刚跟我讲说 他们已经提前下好的 对他们也要下单 所以大家赶紧的赶紧的就是怎么讲早入早享受 你会比其他那些12月11号才能够买到的人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还要多 想要提前上升我们Starter和延祺的这个联名款的各位宝宝们 赶紧现在此刻就可以下单了 真的是早入早上升早穿早享受 别人双11的时候在下单的时候你说不定双11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收到了 对不对 在12月11号之前你肯定已经收到了 那肯定 别人还在那里抢 你说我已经上升了 我已经穿上了 没错 我已经就是 已经穿要出门了 对对对 他们就羡慕嫉妒恨了 对对 想要引起别人的围观吗 想要第一时间get到我们的延祺联名款吗 赶紧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刚刚说到我们直播间有我们的模特小姐姐 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姐姐会给大家做一个上升的示范 掌声有请 欢迎 来来来 请来到我们中间 她已经成为了最最最早穿上这个衣服的 她比我们俩好像都还要快啊 哇 我发现小姐姐穿的真的是很会穿 对 而且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在里面搭了一个长袖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也是starter的一个卫衣的长袖 她把这件联名的T恤穿在了外面 对 穿在了帽衫的外面 感觉比我会穿 我可以 我可以再接 太厉害了 比我想 这个真的是 就是让我们有了另外一种穿搭这件衣服的另外一个思维 对 没错 就是你不要思维定式 觉得T恤好像要穿在里面 就是穿在里面 或者只能单穿 其实它完全是可以作为叠穿的 对 叠穿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小技巧 那它还能搭配其他的像一些 当然可以了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很多的我们的棒球夹克嘛 我们先来搭配一件浅色的夹克好了 就来看一下这件我们的联名款的T恤有多好搭 首先我们搭的是这个白蓝配色的棒球夹克 你会觉得其实就会有一个撞色的感觉 我们的内搭是深色系的 我们外面的外套就是可以浅色系的 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呼应 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呼应 哇 突然感觉变得好酷 对 就完全风格跟刚刚不一样了 要不戴上帽子再看一下 对 感觉特别有放 对 里面内搭我们联名款的T恤 然后头戴我们联名款的棒球帽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这款棒球帽它有一些隐藏的功能 其实你刚刚已经提前剧透了 对 它的帽颜是有一个外延的设计的 包括你会发现它的这顶棒球帽的 其实它会无形之中增加我们男生女生那个颅顶的高度 其实我们很追求高颅顶这件事情 可以修饰一定程度上的修饰脸型 没错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说到这个点子上 就是这顶帽子它真的可以很好的修饰 而且是我们的轻侧之下 真的是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脸型 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讲 它的帽颜更长可以挡住更多的眼睛 让你更酷 你知道吧 对于男生来讲可能就是 是的 把帽子压低的感觉特别的有范儿 特别酷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 get到这些小心机的点了吗 也不能叫小心机 这个应该是小福利 对小福利小福利 对对对 哇太厉害 你真的太懂我们了 所以各位 我们要不要再试一下别的衣服搭配 可以 我们这个棒球夹克刚刚选的是浅色 然后我们再选一件亮色的怎么样 亮色的 冬天到了 希望穿得更 我看到了有一件我们直播间准备了一件亮色的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starter的一件成色短袖灯心绒夹克 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姐姐提示我说 T恤已经被抢空了 是真的吗 我再确认一下 还没来得及介绍完呢 朋友们 不好意思各位 下手慢一点 首先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各位的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虽然我们的T恤抢光了 但是我们的抱球帽还有 对不对 还有最后少量的库存 各位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抢购了 刚好我们小姐姐此时此刻也带着我们的联名款的棒球 没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呼应上了发现没有 对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可能刚才穿了一个颜色比较干净的一副 戴帽子就觉得特别酷 特别的藏起来了 然后现在穿了一个亮色之后 可能有的朋友担心 会说是不是亮色配一个黑帽子 就显得没有那么有活力 没有那么搭配 但是其实看到帽子上的火焰的设计 对 反而是跟这个亮色的衣服有这样一个 你会发现那个火焰上的颜色是红色和橙色 然后橙色又和我们的棒球甲克这个橙色相呼应 其实有很多的棒球甲克都会选择橙色黄色作为一个主配色 我不能再夸下去了 因为我感觉在夸我自己你知道吗 我不能再夸他有多好了 你来夸吧 我来 放着我来 就是大家会知道就是我觉得橙色真的是完全属于一个秋冬的颜色 没错 所以这顶帽子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秋冬佩戴其实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你有的时候跟徐老师一样懒得洗头 就头油了 但是又没有时间洗 但是我需要发型 我需要style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顶成功的帅气的潮流感的棒球帽就非常重要 关键这顶还是我们的延期和我们的starter的联名款 关键今天直播间还提前放送给各位啊 你要比那些在12月11号才能抢到的朋友整整领先了一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觉得很幸运呢 这让我自己都手足蹈起来了 还有最后少量的库存 真的我们刚刚工作人员提醒我已经不多了 好我们最后的我们联名款的棒球帽 只有最后一点点的库存了 好不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倒计时了 我们可能要下链接了 所以最后的一点时间 希望各位都能够把握住了 好不好把握住此刻 你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 可以进行凡尔赛的时间了 好吗 没错 再次感谢我们的小姐姐的亲身的示范 也是刚刚就是他一上场的时候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没错 我也没想到原来这个联名款的T恤还能这么搭 感觉他穿的比我好看 我有一些难过了 所以这次的两件联名款的单品 你自己私底下有提前穿过吗 就是有上升过吗 还没有 因为要保密啊 不是吗 对吧 因为其实到今天为止都不能让大家知道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惊喜存在 所以其实一直都没有敢穿出去 就只能自己看一看 对 其实你看我们延期包括都没有在公开场合穿过的这两款单品 各位宝宝们只要你们现在下单了之后 你们就可以穿起来 对不对 你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穿起来了 OK 那我们刚刚工作人员跟我讲 基本上我们的棒球帽也基本上都受请了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亲爱的粉丝宝宝们的支持 对我们延期的支持 对我们Starter品牌的支持 那刚刚没有抢到联名款T恤的宝宝们 也千万千万不要难过 因为接下来呢 12月11号 在我们Starter的官方淘宝旗舰店呢 会正式跟大家见面的 大家可以设置一下闹钟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好的 再次感谢各位的鼎励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刚刚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的粉丝宝宝们在提问 就很多他们真的很关心你 很关心你的近况 包括也很关心你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计划了 要不我觉得今天机会挺难得的 大家要那么给力这么支持 要不我们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的 对对对福利环节了 大家可以进行提问好不好 我们先让大家的这个问题飘一会儿 我们来挑一下好不好 好的 看一下看一下 刚好我们的镜头也给到这个直播间的问题了 我看到这个问题需要问一下 就是有粉丝宝宝在问 就是问一下我们的延期是怎么和我们的Starter品牌结缘的呢 其实我最开始就是看到Starter是很早很早就行了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周星驰的一部电影里面 陶雪威龙二它当时穿了一个Starter的湖人队的夹克 那个夹克当时我就觉得怎么突然这么帅了 因为它前面都是很窘嘛 对对 就是被各种枕 然后到那一刻他突然特别帅的回归到那个状态里面之后就穿了那么一件当时的那一个夹克 应该是一个淡蓝色的吧在记忆中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真的好帅 但那个时候没有对Starter有太多的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 然后最最近一次特别有概念的时候 应该是当时Jaco在一个球赛的中场秀的时候 他穿了一件Starter的那个黄蜂的一个夹克 然后他从人群之中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哇太帅了 那个时候好像是19年 那个时候我就想哇要是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件衣服 有这样一件夹克那该多好 所以那个真的是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 哇没想到就是当时的梦想现在应该也可以成真了吧 是的是的 所以你刚刚说到那两款棒球甲克 后来你自己有偷偷的买起来吗 还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已经是早年的款了 对如果想要找到 其实因为我觉得Starter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在延续这个经典 就是其实你能在后面出的一些款式中 也能找到那个年代的样子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复古的人嘛 嗯 然后你能够找到可能很多历史的痕迹 很多岁月很多文化沉淀的痕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些衣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 所以如果你会问我说现在最喜欢哪一个 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之前送给我的后面印有 7 nation的那一件衣服 对这因为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对没错 我发现还有一些粉丝宝宝们很关注你在音乐上的一些动态 我学宝宝提的问题好专业哦 他说他问言琪能透露一下接下来的两首新歌是什么样风格的吗 会不会有这个戏曲风的新歌 两首新歌可能都是偏内容输出向的一些歌曲 然后戏曲的可能会尝试 因为大家知道我去录制了那个最美中国戏 然后也接触到了很多戏曲名家 大家就是初步的了解了一些戏曲的知识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也会去把这种传统文化放到自己的音乐里面进行尝试 学习融合 看来这位宝宝真的一直有在关注你 给你点赞 哎还有粉丝在问哦 问言琪的EP接下来会有实体的专辑吗 会有吗 这个需要大家关注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独特的形式和大家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的 哇还有宝宝在问 哎言琪你以后能不能多翻一点这个打拳的Vlog呀 可以是可以 但是就是因为打拳吧 真的是如果是对对抗的话很疼 对 就是我平时也会被因为我们训练的朋友们都基本上都是比我厉害很多的 就是说的比较厉害一点就是我找不到对手 是因为大家都太强了你知道吗 都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练 对大家比我厉害太多了所以我真的是找不到对手 所以平时日常的一些训练的话有机会我也会拍一下跟大家分享 确实其实我也有在看你就是录制综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花絮 其实真的蛮容易受伤对不对很容易受伤 可以 怎么抽你觉得怎么抽 抽就是截屏嘛 咱们不是截屏抽奖 对对对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选一句话选一个口令 好的那 然后呃大家一会就把这个口令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面 然后我们就会送出的就是来来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展示一下我们这样吧我们抽两轮然后每轮的话我们各送一顶帽子 分别说我们starter非常经典的真知冷帽和这顶非常好看的棒球帽好不好好的那咱们的口令马上双十一嘛那我们就双十一starter可以棋开得胜所以咱们的口令就是棋开得胜怎么样选的好那我觉得这个棋的话是要你的名字里的棋我的棋对对对对对是严棋的棋好不好好的OK 呃呃那我们第一轮我们先来抽的是这顶冷帽吧好不好好的 那么我们怎么抽呢 怎么有人说棋棋得胜啊这棋开得胜好吧朋友总共四个字 棋开得胜基本上 哦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基本上大家都打的对了我跟你讲 那我们哇这么多人那我们截图送前三个还是怎么说 你这个是小看了我们starter的实力啊 不会吧那送多少啊 整瓶都送 所有人就是一张截图里的所有人 是的就说给不给力吧就说给不给力吧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在我们台下有很多我们starter的大的大佬 对在现场 大佬出马肯定对不对一个顶十个啊 第一次听说送整瓶 对能不能把它拉高一点 我们把名字全部拉开 只要是一会被我们截中的只要你棋开得胜这四个字都打对 好 我们都送好不好都送 当然了不要重复的 重复的就不行 重复的名字就不行了 重复的名字的话我们就顺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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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主题是什么吗 其实已经写在后面了 这么大的字 スタート 然后呢 以全会友 没错 没错 以全会友就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主题啦 那你有没有好奇这个友 这个好友他会是谁呢 难道不是你吗 不是我吗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重磅的大咖 他是 对 他是 他是 他是他就是我们スタート品牌的CEO 我们的Kiss先生 掌声有请 哇大佬商场 你好 哇 谢谢你 欢迎欢迎欢迎Kiss先生 谢谢老师 好帅气啊 有没有 大家好大家好 就我觉得大佬出场这个气质就非同凡响 没错 哎呦很押韵 特别厉害 没错 也是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 哦是老朋友 对 所以你俩应该就之前就有见过面 没错没错 嗯 嗯 嗯 Kiss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直播间那么多喜欢我们 Starter的朋友来打个招呼问个好呢 好 啊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Kiv 我是Starter品牌的CEO 啊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哇哦 那我们先坐吧 请坐请坐请坐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激动有的时候就忘了坐下了 哎呃 呃刚刚刚其实我我俩聊了那么多关于Starter的品牌 没错 但是我们聊再多都没有人家对不对 专专专业的 专业的对我们需要大佬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对不对 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的Starter品牌到底是一个拥有着怎样的品牌的文化和理念的这样一个品牌呢 好的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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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好了 其实Starter呢是一个啊有五十年历史的国际潮流运动品牌 啊我们品牌理念是通过啊文化音乐跟潮流把正能量带给所有年轻人 嗯 明白 其实我讲真的啊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就经常会去一些买手店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官方的一些店铺嘛 就经常去买手店去去找代购去买Starter品牌的一些的单品 嗯 现在我就很开心了 现在直接就可以在我们的淘宝席间店下单了 没错 我自己就是深有体会 包括现在很多周围界年轻人 包括像我们延期就是这样子的非常有实力的一些偶像 idol 他们也很喜欢Starter 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和了解到我们的Starter 哎我听说好像接下来我们的Starter还会和我们的Starter 有接下来的很多的动作对不对 很多的合作 当然了 延期穿衣服那么好看 那是衣服好看 唱歌也那么好听 然后我们未来呢Starter跟延期呢 就希望把延期的音乐跟我们的衣服都得做结合 就去到不同城市啊 跟粉丝见面 把这个我们的理念分享给大家的 哇 好期待 我也很期待 会去哪间城市呢 你是不是自己还不知道 对对对我们都在想啊 期待非常期待 对所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啊 不妨把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 说不定我们延期哪天就可以来到你的城市所在的我们Starter的门店和大家见面了 对不对 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呢 是的 OK了 再过两天的时间就要到我们的双十一了 哇 延期你的购物车有被清空了吗 已经在准备了 已经在准备了是不是 叙事待发了 相信各位宝宝们也是啊 那接下来我们的延期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Starter的双十一吗 祝福的话因为双十一嘛就是一一一一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就是始终如一 就像刚才我也说过Starter就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品牌 他一直在坚持做最开始就想做的那些事情 对 有这个历史的沉淀有这个文化的内核 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在双十一Starter能够大卖 然后能够保持始终如一成就经典 哇 Kiss先生你觉得我们延期这个祝福太棒了太给力了 那我觉得今天CEO既然光临了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 您肯定不是空手来的对不对 肯定不是 肯定有带福利和礼物来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哇那果然是我们今天的Kiss先生呢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福利 要送给所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我刚刚强调了关注两个字 就是所有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弹窗的形式 就是为大家放送超多的大额的优惠券 但是只有关注才能够领取 好不好 我们就稍微给大家20秒左右的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时间 然后后面呢 就请我们的Kiss为大家暴数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弹窗 送这个带丁券了好不好 大家都有没有关注啊 哇我看到现在此时此刻在观看我们直播的 这个粉丝的数量好多啊 六十多万的朋友 不愧是CEO直接送红包 非常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好不好 对大家领完这个优惠券 就直接可以下单买东西了好不好 而且为接下来的双十一做准备嘛 大家准备好了吗 关注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 那我们就请我们Kiss先生给我们倒数五个数吧 好不好 这个就不需要我截屏了 他直接弹窗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我倒数了 好的 5 4 3 3 1 OK 各位 我先抢一个 抢了没 我点得太快了 我们刚刚已经抢了 但是没有我们没中没关系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有中就好好不好 有中的同学可以抠个1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没错 晒一下分享你的胜利成果好不好 没有抽中的宝宝也不要气呢 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多轮呢 还有好多轮的惊喜的福利 在等待着各位 所以来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好不好 其实有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权会友 没错 所以言琪你知道吗 我们的Kiss先生有个很棒的大招 大招 对他是一个泳春拳的爱好者 是真的 好厉害 就不是开玩笑 不是笑 对啊 我平时我很爱看叶问系列 对他是真的很喜欢泳春拳 是真的很喜欢 哇叶问先生 哈哈哈 我们的STARTER界的叶问先生啊 来到我们直播间 那其实我知道 我们的担心 也是因为权力以赴了我们这档综艺和拳击结缘嘛 没错 所以两位真的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两位好友 今天相聚在了我们的直播间 是不是可以用拳击的方式 一方面是互相交流 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来谋福利 福利 好 好 来了 摩拳擦掌 动手了 是吗 就开始热身了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大家等会我们会怎么玩 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呢 还有一个游戏的一个拳击的游戏区域 我们有一台龙拳击提前准备好的 所以一会呢 我们会有现场那个拳击的游戏的一个小PK 大家可以就是我们每位嘉宾就有机会打拳 好不好 只要两位打的拳的这个积分超过8888分 因为888很吉利嘛 吉利 对 然后两位就可以把一份神秘的大礼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 哦 两位有没有信心啊 可以谋到这个福利啊 有 有啊 有 那击个掌好不好 互相鼓励一下 OKOKOK 那稍事准备一下吧 二位 好 我知道你们要稍微可能要闪亮登场 要换个装什么的 嗯 好 OK 嗯 下面是谁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是不是很期待 嗯 那请二位可以换装我们的镜头 可以来到我们的 龙泉机的区域啊 大家看到没有 哎 这么快就换好了二位 我就是脱了个外套 来我们来看一下 哇 此时此刻二位嘉宾的穿着打扮完全就非常的starter了 非常运动 而且我们的Kiss先生也上升了 哇 哇 他他作弊 他自带了一个buff 这一件真的就是拳击本拳啊 我们的Stark的这个棒球鼓 拳黄酒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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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延祺不要输哦 哎我们是合作 哪里会有事 我们合作 对 对 合作送福利 合作送福利 OK 二位 现在这个龙泉机就在你们的眼前了 好 要不要先试一下 热身一下 好 热身一下 先试一下 好 这个差不多就先投币啊 对 这里是先投币 然后再玩游戏的 就很有那种儿时的 小时候的感觉 对对对 玩街机的那个感觉 小心头不要碰到他 好 你先来 我们先试一下 好 我试一下啊 你不要把机器打坏了 不会 好我来了啊 我是啊 哇 很厉害 我们加在一起要 要八千 八百八十八分 那延祺你要打六千 我要打六千 这一轮的得分 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现在这一轮是热身还不算 对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呀糟糕了 今天没有福利了 对不起各位观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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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太可爱了二人 刚刚只是小试牛刀 试了一下 没错 对小试牛刀 接下来是正式环节 好 认真的了 认真的了 我们玩真的了 好玩真的了 还要再投 还要投币 加油各位 一颗够吧 加油加油 小心小心 好来了来了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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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五千好不好 好 为我减轻一点压力 哇 有了 这个一看 哇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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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觉得 哇 你已经要 五二二零了 跟那个最高纪录一样了 五二零 哇 五二零 哇 好有爱的数字 不愧是高手 他其实每一拳都饱含着爱意 对 哇 这个太厉害了 好减轻的咯 好减轻的咯 我要打一个六千 好 加油 彦琦 标准的一个 前后手直拳 哇 动作好标准 动作好标准 哇 哇 超过最高分了耶 哇 但是我们加在一起已经 对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超过一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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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超过一万分了 哇 恭喜二位 成功完成挑战 好开心 那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了 没错 那下面的时间呢 两位嘉宾 成功的为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争取到了我们本轮的这个福利了啊 真的这一轮的奖品 我自己都好喜欢呢 非常非常的喜欢 呃 大家想知道这轮的奖品吗 想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呈上来 登登登 哇 这个就是我们 Starter秋冬款的最新的包包 而且它是非常特别的 羊羔绒的材质 不光是羊羔绒 它的上面大家看到没有 是做了一个扎染的一个效果的 嗯 扎染的效果 而且是那种很温暖的那种淡的坨色 淡淡的坨色 很好看耶 感觉就特别适合秋冬季节 带出门 就是你会看到它其实不光是可以就是 它其实是旁边可以装一个袋子的 然后它可以斜跨的 斜跨 还可以手拎的 嗯 特别可爱感觉 很实用 而且非常的小巧可爱 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啊 那我们这一轮其实送出的数量 我刚刚讲十分大礼 嗯 我们送出的数量也非常的有诚意 我们分两轮抽 嗯 然后每轮抽五支 哇 两轮就是送出整整十支包包 十支 嗯 够不够有诚意各位 哈哈 太厉害了 我自己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先拿一个怎么 好的 你你还没有这个保守吗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强先 对啊 那好 羡慕你们 那我们这轮那个依然是用截屏的方式吧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这轮的抽奖的口令 就还是跟上上轮一样吧 齐开得胜怎么样 好的 不会有人已经开始刷起来了吧 他们已经猜到了 齐开得胜 好 我们这一轮 呃 分两轮抽 每轮抽五支 就是前五位观众 好的 前五位观众 但凡是打对 齐开得胜的 我们都会把支支包包送给你 好不好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刷屏起来了 刷了吗 有的 不要再说齐开开了朋友们 不要打齐开开好吗 齐开得胜 齐是我们延齐的齐 然后看一下大家 都已经刷起来了 打起来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第一轮请我们的Kiss先生来倒计十五个数吧 好 5 4 3 2 OK 现在我双击已经很6了 双击666 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前五位 这次是前五位 第一位是叫森鹿瑶瑶 第二位是AHO 以及车车车 好像他上车了 车车已经得到过一次了 所以他抽中过还可以吗 哪有人这么好运呢 我都没有这么好运 我都没有这么好运 五四人点头了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我们说的前五位 前五位嘛 还有就是第四位是元气少女张小琪 以及第五位是碗里有肉 恭喜 以上五位都是打对的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存下来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第二轮嘛 好 第二轮同样也是前五名 打对起开得胜的朋友就可以送包包 好的 那这一轮延期你来倒计式吧 好的 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怎么回事 等一下等一下 3 2 你就想给大家多一些机会 好 OK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前五名 前五名啊 第一位叫油炸山河 第二位叫大瑶 第三位是幸福的坏小孩 第四位是北北与宁宁 以及第五位是爱吃三丁拌饭的特工酒腰 恭喜 我看一下 检查一下 都打对的 都打对的 恭喜你们 恭喜 哇 十字包包转眼送出去了 我们 没关系 我们把我们的份额也送给大家 啊 再次恭喜以上幸运的朋友 那我们直播间的福利不能停 对不对 福利不能停 马不停蹄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波的福利 有我们的CEO 我们的Kiss先生送给各位 就是我们通过弹窗形式送给大家的大金额的这个代金券 优惠券 同样也是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才能够抽取到这个代金券 好不好 给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时间 刚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甭管我们在干嘛 想要拿福利的赶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好不好 赶紧点关注赶紧点小星星点赞 OK了 那我们就是我们也拿一下好不好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一会儿呢 这个它自动会弹出来的好不好 自动会弹出来 大家就点击就好了 好 那请我们Kiss先生来倒数五个数吧 好 我开始了 OK 5 4 3 2 1 开 一定要成功 没关系 我们没获得就说明这个名额 这个份额 让给了直播间的某一位幸运儿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中呢 抽中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call1给我们看一下 晒晒你的幸福好不好 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福利和欢乐 带给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宝宝们啊 说到这里呢 就是挺舍不得的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时间毕竟是有限 但是我们在有限的直播间的时间里面 我相信给各位还是带来了无限的快乐的 对不对 毕竟抽奖这件事情 对不对 抽奖的快乐还是很幸福的很甜蜜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START直播间呢 就将要圆满告一段落了啊 最后的一些时间我们的延期有什么话 想要对直播间这么多爱你的粉丝宝宝们说的呢 好的 首先呢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咱们START的直播间 支持我也支持咱们的START 其实START最开始 它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校队的篮球服产生的 所以它其实是源自于赛场的 它有这种运动的基因在里面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 就是我在我的认知中 START应该是第一个把自己logo印到帽子后面的品牌 对的 因为他说他发现年轻人都喜欢反的戴帽子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所谓来自街头的新鲜血液 所以START无论是在运动还是在潮流 还是在音乐里面都有做到这些建树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应该 像我开始说的跟START去学习 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应该都是运动音乐 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所以可能现在年轻人都坐在电脑前 喜欢玩游戏 喜欢待在家里不出门 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多运动多听音乐 相信我选择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选择START一定是没有错的 谢谢大家 说的太好了吧 我的天啊 谢谢我们的延期 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的Kiss先生 有什么要对我们START的品牌的忠实的一些粉丝们说的呢 来说说我们未来的展望吧 好 首先呢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 老师呢跟延期呢 来到我们直播间 也感谢啊 在镜头的各位啊 大家去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谢谢大家 好 我希望呢 正于刚刚延期的怎样说呢 我们未来START把我们的经典 一直的去带出来 没错 跟延期也要多点合作 把我们的正能量 运动跟啊音乐跟文化 可以带给啊 所有年轻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下面的时间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乘上拉花 因为我们最后有个ending的一个环节呢 开心了 也是一起祝愿我们的START 在接下来的双十一能够大麦 好不好 好 哇 好 交给二位了 哇 拉花 很有很有仪式感 来 你要不帮我们说个什么口号 我们我来倒计式好不好 好 三二一 哇 强强联手 哇 齐开得胜 哇 好梦幻的感觉哦 特别不错 哇 谢谢大家 棒棒的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陪伴我们整场的粉丝朋友们 粉丝宝宝们 谢谢你们陪伴 希望接下来的时间 START 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期待我们下次的相聚吧 拜拜 拜拜 拜拜